学佛以后可以烧纸钱吗? 烧纸钱属于中国民间传统习俗 通过烧纸缅怀先祖慎中追缘 有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 同时已经亡固的亲人也确实有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 不过在祭祀先祖的时候 佛教有更好的方法 因为人死以后会在六道里面继续轮回 假如先祖已经再度转世为人 那么烧纸钱的利益就没办法收到了 而通过佛教的方法 为先祖放生、诵经、持咒、念佛 则不论先祖身处六道中的哪一道 都可以获得佛法的功德 而且比烧纸钱的利益更大 尤其是当亲人过世 还未满四十九天的时候 如果能够为亲人念佛回向 亲人就有很大的机会 能够直接超出六道轮回 往生到极乐世界 打个比喻来说 烧纸钱相当于为亲人寄出了一张汇款单 亲人不一定能收到 即便收到也只能短期内改善一下生活 而为亲人念佛回向 则相当于为亲人办理了一张 极乐世界的绿卡 能够让亲人彻底摆脱轮回之苦 在极乐世界 尽享无量光明 与无量寿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